李承愧在老五李方元的逼迫下传位给了二儿子李方果之后 来看看这时候李家还有哪些兄弟 后妈康舍生的两个儿子李方芬和李方硕 在第一次王子之乱的时候就被李方元给砍死了 大老婆生的六个儿子 大哥李方宇和六弟李方眼都已经死了 还活着的就有这么几个人 老二李方果 老三李方一 老四李方干和老五李方元 李方果虽然已经是亡了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宝座是李方元给抢来的 他差不多就是李方元的傀儡和过度的跳板而已 他很识趣 也不争什么 老三李方义呢 性情非常的佛系 也没有争夺王位的意思 李方元就不用说了 野心和能力全世界都知道 唯独这个四哥李方干有一点难搞 他不甘心李方元一家独大 也想要试着强强王位 所以李方干和李方月这两个兄弟关系就特别的紧张 公元1400年的时候 在情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之下 李方干决定要掀起兵自保 他攻击李方元 两家的私兵直接开私 在开城展开了巷战 最终李方干兵败被俘虏之后流放 这场宫廷政变成为了第二次王子之乱 又称为根臣禁设 就这样 李方元完全摆平了国内的反对势力 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当年11月 早就当宁了傀儡的李方果宣布退位 王位让给了五弟李方元 史称朝鲜太宗 这个时候 本来老年丧妻又丧子的李承贵 已经患上了咽喉的疾病 他又再一次目睹了自己儿子骨肉香残的惨剧 这个老父亲他心很累 他决定要离开京城 回到自己的老家闲心去隐居 不再面对王座上李方元这个残忍的儿子 但是 李方元他可不这么想 老爸这么一走 不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不喜欢我吗 我不要面子的吗 再说 老爸毕竟是太上皇 万一他回到老家之后 暗地里集结势力 那我的王位是不是又很危险了呢 于是 李方元就不停的派遣使者 前去闲心问候他老爸 想要把李承贵接回宫 李承贵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他随身带着弓箭 看着李方元的使者到来 老远就一箭射过去 要知道 李承贵虽然人已经老了 可是他的剑法还是很老的的 不少使者直接就被李承贵射死 还有的被李承贵的部下追杀 使者这个差事得多难当啊 从这里还衍生出了朝鲜的一个成语 咸心差事 意思就是说被逼着去干一件千难万险 九死一生的事情 没有办法 使者都搞不定 所以李方元就决定要亲自出马 他带兵离京去接他老爸回家 李承贵知道自己怎么也躲不过了 就让人通知李方元 你也别忙了 我自己回来还不行吗 过了几天之后 李承贵果然回来了 李方元很开心啊 他准备亲自迎接 结果李承贵看见这个让自己伤透心的儿子 张公就是一件 郑重李方元头上的木粮 李承贵大骂李方元之后扬长而去 此后李方元就把他老爸软禁了起来 到公元1408年的时候 李承贵闭世 享年73岁 这个戎马一生建立李氏王朝的开国君主 却落得如此悲惨的晚年 太宗李方元杀了自己的弟弟 流放了自己的哥哥 软禁了老爸 弄残忍的手段 夺得王位的他 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王 他在位期间 对外和明朝的关系搞得特别好 对内李方元继续完成了老爸 为完成的一系列改革 取消了私有制 加强中央集权 他还实行了号牌法 号牌法就类似身份证 规定10岁以上 70岁以下的男子 都要按身份佩戴一种号牌 在发牌的时候进行户口登记 上面会写上名字 住址身高有无胡须之类的一些外貌特征 在李方元的治理下 国家机器的效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朝鲜开始从建国初年政治动荡的时期 向鼎盛时期过渡 公元1418年 再为18年的太宗李方元 将王位善让给了他的三儿子李陶 史称适宗 4年后李方元去世 这位适宗是朝鲜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位君王 他的机位比他怕李方元顺利多了 虽然他是三子 但是他又聪明又有能力 是李方元属意的继承人 两位哥哥在老爸手下也没掀起多大的风浪 王位的继承权就很顺利的落在了李陶的头上 世宗李陶的故事下次接着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说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 下次见